为了迎接102年的全中运,县府特别赤资7000万元整建宜兰运动公园田径厂 日前各县市代表及体育署官员,特别来到田径厂视察 对场地条件是相当肯定,相信选手们一定可以在运动场上好好发挥 宜兰运动公园田径厂整建工程,包括看台、防水防漏、积电照明等等 其中跑道更是整修重点,全面采用国际田径总会认证的材料 厚度达15mm以上,不仅耐磨、抗老化、而且环保无毒 品质优于国内各厂地,也因此获得中华田径协会国际级场地认证 自负合式有一个AP店,也是用独国Recarport,然后再上去,然后上下贴 那国庆中心的是13.5mm,我们这个几mm,我们16mm,我们为什么比国庆工程要多呢,为什么呢 因为国庆中心它是封闭式的,没有给人家练习的 所以用国家对待心内,一看没人家搞啦 我们这个是前天开放,我们是一欧道都要管制的,所以我们用到16mm 有了好场地的加持,选手的成绩应该会更出色 体育署官员也期盼全中运的选手,能好好利用这个标准的场地 创造个人最佳成绩,甚至打破大会纪录 目前这个场地应该是全国最好的一个场地 那以现在的状况来看,应该是有加分,而且加很多分的这个效果 因为先前有几个项目的比赛啊 听说旧所知道它的成绩已经远超过原来的预期 所以我们也期待这次中学运动会的所有优秀的同学们 在这个场地上能够创造最好的佳基,让自己的成就更高 我也相信这次中学运动会的破纪录的量跟值啊 应该会优于以前 102年全中运将在4月12日隆重登场 县府欢迎乡亲踊跃前往为选手加油打气 并欣赏破纪录选手的精彩表现 宜蘭新闻记者赖福星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